哇哦,哥哥昨天居然回忆两年前的库存视频,那我们不如一起来回忆回忆吧,今天哥哥唱了一首,送给妹妹的专属情歌潇洒走一回,那我们来回忆一下2021年跨年2022年的晚会,妹妹的专属情歌,妹妹是在2022年春节跨年晚会上唱的,要把这首歌给爱人或者朋友,寓意会很好,听到这句话那就是唱给某人听的呗。 嗯,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它就像去,可能对方可以是你的恋人,可以是你的朋友,然后会觉得这首歌就对着他们来唱,就寓意很好。 而哥哥的情歌,却是今年香港大湾区唱的一首歌,潇洒走一回,这首歌是哥哥自己选的哦,而且衣服颜色,和妹妹你好星期六的装造撞色。 而且,妹妹之前的红秀杂志上就说,自己喜欢无锡,喜欢骑着单车溜弯,嘴里唱着歌曲潇洒走一回,感受每个城市风景,靠自己又用步伐丈量才能感受到。 人间是多纷扰,有再多烦恼又怎样呢? 我有你,你有我,这是一首专属一个人的情歌,只唱给你听。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轻声聚散终有时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 我那青春度明天,你用真心还此生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地忧伤,和不潇洒走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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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是不是在借着宣传剧 而暗戳戳的撒糖呢 你看看太阳爱心眼睛明显了吗 那开心的大牙录着 还特意录出这张照片 满满的回忆 记得妹妹喜欢在胡同里边拍照 对了还有这张 这俩人真不愧是一家子 好不容易出个国 一个吃川菜 一个吃自己代言的 来你就瞅瞅这张是不是情侣款的 是不是很大 这几天哥哥高兴的很呢 就怕别人不知道呢 咱就是说妹妹这拍自拍要给谁看呢 反正没发出来 这粉紫色的沙漏出现的太合时宜了 报级时妹妹回国了 出关 双重意思自己理解吧 一人在玩的很好 但略显寂寞 左等右等的人终于要回来了 难怪妹妹说喜欢七十二遍 回国后立马变身杨总 还有防晒 肖战天生反骨 如果真要炒CP的话 主办方安排跟他坐在一块的迪力热巴 随便互动一下 不是都更容易引起绯闻吗 可战战没有 整场晚会下来 肖战愣是跟热巴一个同框都没有 热巴做的时候他不做 热巴不做的时候他做 座位在一起 竟然没有同框在一起 这点足以证明炒作 CP这是无人能强迫 能够让肖战主动投怀送抱的 还得是他自己乐意 说到这 就不得不提一下战歌的双标时刻了 毕竟有姊妹在的场合他超爱 在拍摄余生请多指教的那夏天 姊妹刚走到战歌身边 战歌便自觉的对子妹说我抱你上来 话音刚落就一把将姊妹抱上露台 此时正在打伞的工作人员 估计心里正在想 你俩真是够了 为什么要说战歌双标呢 是因为在其他拍戏片场 战歌从来不顾及其他女演员的感受的呀 更不会陪人家玩游戏 给人家拍照 陪人家去厕所 就连在太阳底下撑伞这一小小的动作 战歌都对姊妹做过 说到撑伞 战歌的工作人员小胖 也撑起了战歌的双标 姊妹一来 善歌的助理小胖 就会自觉且主动的给姊妹撑伞 哪怕自己的老板在现场 也是先给杨子称 有的时候正主的行为就已经很好磕了 但是如果再加上 旁边的工作人员强势助攻的话 那可就是太好磕了 当然剧场的甜 可以说是因为同事的关系 互相照顾是应该的 但是出了片场 某些人的偏爱还是泛滥出来了 被人发现了 在晚会上 肖战从登台就一直被怀期待 眼神飘忽不定似乎在寻找些什么 就连旁边的大美女baby在身边 战歌的视线都不带正眼瞧的 这种情况是直到战歌锁定了一个目标 才有所好转 原来战歌这个目标还是姊妹呀 他的交集完全是因为姊妹还没有发现自己呀 跟姊妹互相对视之后 战歌这才开心起来 戏品两人对视之后的神情 不能说太有猫腻 只能说太耐人寻味 姊妹一脸娇羞的笑 战歌一脸宠溺的笑 两人的笑容弧度都达到眉角了 而且类似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了 在东方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上 肖战化身丁期狂魔 他虽然和朋友狂热的聊着天 但是聊完以后 马上就迅速的寻找姊妹的身影 发现姊妹不见了 可把肖战提坏了 看到姊妹在前面 就立马迈着大长腿追了上去 友谊说一战歌 这大长腿认主啊 跟谁走谁都跟不上 有长度有速度 只有跟他唯一的女孩 才会放慢脚步 而跟着那唯一的女孩的时候 战歌他总是想离得 进点再进点 随时的贴身的护花使者 一样的保护着他 想必只有结过婚 夫妻恩爱的 才知道这是什么 这就是爱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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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